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立刻赶到医院迎接儿子诞生 巧合的是他晒出了这张和爱女的合照 自己身上穿的衣服正好就是明阳四海 竹梯去彩虹的T恤 而且五日点点宝宝出生时 子泉也刚好正在拍戏 让他体会到生命就是这样 充满着有趣的巧合 贴文po出后许多网友表示 以前就喜欢明阳四海 这部剧是自己的青春回忆 意外成为众人热烈讨论的话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